回顾一年来美台关系的发展 美台之间在年初就发生过许久不曾有过的强烈地震 2015年1月1日 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的适时驻地双向远 举行自华盛顿和台北断交36年之后首次升旗仪式 军事人员着正式军服接受勋章 这个活动在媒体报道并公开照片后引发北京的抗议 美国政府也对台湾说出重话 不过1月中白宫国安会官员在一次活动中公开表示 美台关系才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 希望它尽快过去 年终美中两国持续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 网络安全网络犯罪等议题交锋 台湾则开始进入选举准备阶段 民进党正式提名党主席蔡英文参选总统 由于习近平在年初即对台海两岸关系定调提出九二共识 一中原则为两岸交流重要政治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将发生地动山摇的说法 因此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正式出现以后 台海紧张可能再起的担忧也随之而生 6月初蔡英文访问美国完成四年前访美 未能在两岸政策上说服美国的最后一理路 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等奥巴马政府高层官员会面 受到比前一次访美时更好的待遇 8月份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到华盛顿 向美方表达北京对台湾政治情势的看法 为台湾政治生态可能生变 预作准备 希望美国重新确认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 美方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也是高度的赞赏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的成果 他们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一种进展能够继续下去 台海能够继续保持和平稳定 9月中国举行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升大阅兵 习近平向全世界展现无比自信 之后在9月底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 一些学者专家曾经猜测 习近平可能要求奥巴马对蔡英文施压 承认九二共事 不过在两人会面后的记者会上 习近平没有提到台湾 奥巴马则重申美国基于三个联合公报 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 10月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访美 美方比照及与蔡英文一样的接待力求公平 以显示对两位候选人没有差别对待 具体展现美国对台湾选举的中立立场 11月初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历史性的会面 堪称是今年台海两岸关系最戏剧性的发展 尽管习先生和马先生没有具体签署任何协议 文件或声明 但这是台湾与中国大陆分治60多年来 两岸最高领导人首度握手会面 美国国务院就习马慧发表声明说 美国关注台海和平稳定 鼓励两岸建立进一步联系 以降低紧张 并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促进稳定 不过马英九与习近平的峰会 也再一次为明年可能重返执政的民进党 带来进一步压力 观察人士担忧中国为台海现状做出新的定义 比如说在马西峰会之后 我注意到习近平强调九二共识 是两岸关系的绝对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就会有惊涛骇浪 船就会倾覆等这种戏剧性言论 12月年终岁末之际 奥巴马政府通知国会一批新的对台军售 美国两党议员企业台湾朝野 普遍表示欢迎 但中国政府一如以往表达强烈抗议 并警告要制裁参与军售的美国企业 前国务院亚太副助卿薛瑞福评论说 北京一贯的反对毫无正当性 尽管两岸关系有这么多的改善 我们却看到中国对台湾军事部署持续增加 丝毫没有减缓 所以北京必须决定 它是否不再对台湾武力胁迫与军事恫吓 不过至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另外对于美台经济关系的发展 未来一年 马政府和台湾选后的新政府 将持续推动台湾加入以美国为首的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不过这将遭遇来自中国的阻力 而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 台湾也必须面对美台长久以来 悬而未决的美住进口问题 这些困难都将考验台湾的新政府 更大的考验是台湾明年1月即将举行的选举 一旦被认为立场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 重新执政 北京会有何反应和作为 美国又将如何应对 随着新年时钟的敲响 这些问题将越来越迫在眉睫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遇港的报道